大家好 这是玛丽编辑 今年以来 涨成为台湾民众生活的直观体验 台当局主机总处公布 11月台湾重要的民生物资中 鸡蛋涨27.81% 食用油涨15.4% 一直11月台湾消费者物价指数 平均年增2097% 连续16个月超紧界限 面对通胀压力 民进党当局宣布升息0.125个百分点 这是今年连续第四次升息 岛内亡名直呼 升息跑步营通胀 定存足利息收入的小确幸 实际被通膨怪兽吞噬 房贷足则是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 台主机总处21日公布统计显示 2021年工业及服务业 受雇员工的全年总薪资 比前一年增长1% 远低于2.97%的通胀率 对民进党执政六年后的现状 当年网友纷纷留言 以前呢 先60元的便当柜 现在100元 不知道可吃什么 2023年最奢侈的梦想 就是吃蛋吃到饱